中文字幕 李宗盛 歡迎大家參與我們今晚期 有請我們的范家王 范家王 范家王 我家有很多人都在辦公室 111 對呀 五川都發生大海嘯 你們有甚麼接受我們 我們就看看范城的指示 大家看到范城的指示 只要隨意合作 你就可以領取一支范水 回家補家的雜平安 你騙人 嗯 蛤 千人家你為甚麼在這裡 我擔心你一個軟教 這些邪教不要相信 快點回家吧 不是呀 他真的有神跡 其實這只是一個很簡單的科學實驗 我們只需要一張紙 和洗潔精 首先呢 我們就把洗潔精畫在紙上 等它乾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一張 好像沒有寫過的白紙 當我們要用的時候 就只需要把一張紙放在盤上 加點水 由於這個 洗潔精有高度的親水性 所以沒有塗洗潔精的地方 就比較難吸水 而塗了洗潔精的地方 就會迅速吸水 那所以呢 我們由於光的反差 我們就會見到紙上面的圖案 看來大家對這個膠水都有質疑 就讓我拿出足性過的膠水 來顯去的神跡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立塔的日紋 是充滿烏舊的日紋 我就去擺這裡 然後放上這個杯 再倒入我們足性過的膠水 大家看一下 這個充滿烏舊的一元不見了 那就證明這個膠水 是有消除世間所有烏舊的能力 下一個超能膠的人一個都沒有 中學的教科書都有說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光的折射現象 眾所周知 光的折射是光由一種透明價值 進入另一種透明價值的時候 光線會出現偏折的現象 而在光的折射裡 就有一種比較有趣的現象 就是由於光由光物價值 進入光疏價值的時候 而進入的角度大於臨界角的話 光就只會反射而不會折射出來 這個就是傳反射現象 由於空氣對於水來說 空氣是光疏界質 而水是光物界質 光線經由空氣進入水的時候 如果角度太大的話 就會產生傳反射現象 所以從側面看的時候 我們是見不到銀仔的 但是如果從正面看下去的話 就會見到銀仔是存在的 大家明白嗎? 真的嗎? 怎麼能夠啊? 嘿! 嘿! 你這個施足神明又愚昧的人 我不能夠不展示 拿一個信息給你看一下 什麼是神明的偉大 哪位信眾有毛巾? 我有! 身為一個專業的清潔工 有條毛巾在身後正常 這裏是一條充滿細竹污垢毛巾 只是用膠水都沒辦法 連續結成 要用聖火才是消除它的污垢 大家見識一下神明的偉大 好的 我好想啊 有這麼便宜 我已經知道 我好想的 我也是 我好想 我好想 有這個 我好想 如果不是 我行 我好想 物體是一個可鹽物 第二點 物體是需要到燃燒溫度的 還有 還要再鹽劑 你聞一聞這杯液體有什麼味道 這杯 有點酒味 沒錯 這杯液體是有酒精和水的 當毛巾鎮入原料 因為酒精有高度的揮發性 所以酒精就會在毛巾的外部 但水就會在毛巾內部 起到隔絕氧氣 令毛巾無法達到燃燃的效果 所以毛巾就不會被燃燒了 原來是這樣 我們是MRPD 現在懷疑你的事不犯這個欺詐罪 你跟他回去再調查 我只是一個愛奴 不關我的事 不要捱我 走吧 我最有你 超人膠 下次別這麼容易被人欺騙 回家